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先谢谢大家在众多议程中选择来听我这一场 如何准备面试 那我会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觉得 学程式这种东西其实是还蛮硬的 所以如果你一直学完没有把它变浅浅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题目这样子 然后呢 下面的话有那个一个粉专 就是叫做29岁女生学程式的话 你可以到上面去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到上面去留言 或者是有什么想法的话 都可以去留言 那我也会去看这样子 那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在玩FB的话 你可以扫另外一个那个QR Code 它是我自己写的一个留言版而已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注册或什么东西 就只是纯粹留言 只是透过网页的方式我也会去看这样子 那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们马上开始 那等一下的话预计会讲到的是 就是有关于面试的内容这一些 还有选择题跟后端 还有资料库跟前端 好 那我们直接开始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东方人 那在东方人里面就是考古题 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面试你就是 事先准备好 你就会有种安全感 那去有没有考 有考到当然是最好啊 那如果没有考到 至少你也会觉得 就是信心满满参加面试 那我也觉得很不错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 如果您是一个还没有入行的人的话 要先让你们知道说 其实是有考比试的哦 就是像以前我们在学校考试一样 是真的是用铅笔要写出程式码的 虽然说很多大部分的人都会以为说 只是用workspace去编辑 可是在我自己众多面试的经验里面 确实还是有不少公司都是需要考比试的 好 那直接开始进入正题 就是我们的选择题中呢 会有像我上面所介绍的是这个 这个的话你可能看起来会觉得说 这个在实际开发中 真的有那么需要知道说 它的答案是什么嘛 可是实际在面试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些题目 就是会很像是我们教科书的题目 所以 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教科书上面 有一些比较 像是专业术语的东西 还是要把它记起来 然后还有复选题 因为复选题这个东西其实 就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呢 它也是会考复选题 那我觉得复选题比选择题更难准备 因为代表的是说 你要对于这些专有名词 你要更记得这样子 再来的话就是我说的 要手写考试的准备的部分 其实因为像程式码这么冗长的东西 你要真的用手写把它写出来 那真的那怎么背得完 而且因为程式码它又不是真的英文 要背真的是有点困难度 所以其实它会考的 手写的题目啊 基本上就是都是属于那个 像是乙福的啊 或FOR的那些 去 请你把它写出来而已 那 在我众多面试经验里面呢 我觉得这三题 是我觉得 几乎 应该有六七成都会考出来 如果你真的是考到 参加到需要手写考试的面试的话 它就是第一题的话 是小于等于N的总和 然后使用FOR回圈 然后再来第二个的话 是计算1乘以2加2乘以3 再加N-1 还有N的这样子的总和 然后第三题的话 是列出2到88间所有基数的总和 就是诸如此类类是这样子的题目 但里面的数字站是会改变 但是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然后紧接着直接看要背的题目 就是楼上面所示这样子 那其实 仔细看的话 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背的啦 就是第一个的话 就是你先去N圈 设定好你的数字是什么 然后初始化总和的变数 我觉得对于 大部分的最难记得 应该就是这个 FOR回圈的这个 inti等于1 然后后面的i小于等于N 然后还有i++ 在这一段是最难背 但是我觉得就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好 其他的应该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要记住应该都很OK 因为最后一句的 这个System Output Printer 虽然说有点冗长 可是它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学程式的时候 一句话就是Hello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要背起来应该也还好 好 那第二题呢 第二题的答案 不就是跟第一题差不多吗 所以我觉得第二题其实也不用记 对 然后到第三题的话呢 第三题跟第一题比起来 它只是多了一个结束的数字而已 它只是多了其实数字跟结束的数字 那其他的部分 也是还有多了那个if 进去 所以其实 如果真的是要背 这个题目的答案的话 我觉得是还OK的 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 因为面试就是先录取 录取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去 其他问题都还好 这样子 好 那先来到的话是简答题 那DAO和A的题是什么 这个的话是因为最主要是 虽然说我们写程式 大部分现在都是用 Spin Blit的框架下去写 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司 都愿意负担性 开发一个网站的这个成本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工作是 要你去维护旧的专案 或者是在旧的专案里面 再去延伸 所以这个算是有点就是 比较旧的开发的方法 这个DAO和A的题是什么的话 这个也要会知道 那DAO呢 它就是一个用于 访问资料库和其他资料库 对于政参改查的这些 操作的方法 那在DAO的模式里面 A的题的话 它是相对于 包含了资料库中的表格的结构 还有对应的那些属性 还有让就是对应于资料库中 对应的方法 那DAO跟A的题 它们两个绝对是 对应的存在的哦 如果被问到说 它们两个可不可以 单一存在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们两个 就是很对的存在这样子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 举例说明说 ETT它的样子就是长这样 它就是会有 像Private 这个 就是通常都是会用秘名 就是私人的啦 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其他人 可以直接进入去 编辑它 去改变这样子 那CAT跟SET的方式 下面的话 我就先在这边 让大家看一下 后面看应该还是还好 还看得到吧 因为我刚才看是觉得还可以 这个后面的这些的话 其实是用我们的那个 Workspace 就可以去展开下面的这些方式 所以实际上 在真身的开发里面 也不会真的让你一个一个去填 只是它的样子就是长这样子 好 那DLO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 它就是interface 像上面所示的这样子 好 那DLO的第二个举例的话 就是对应于 刚才另外一个ETT 它的样子是这样子 然后 再来的话 就直接讲到那个 Spring 比较我们现在主流的 就是SpringBoot的概念 就是Bing和SQL的这个Map的部分 那因为其实这个的话 真正在实物开发的话 它是使用那个Starter的按钮 去做出来像对应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这个其实不太会考 比试叫你去手写程式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这个才是主流 你前面那个是跟大家讲一下说 现今仍然存在有需要 维护就系统的方式 那这个Bing就跟刚才的举例类似 好 那这个SQL的这个Map的部分呢 这个的话 其实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像是XML的这样子的说明 那大家也是可以就是去 认识一下这样子的写法 它其实就是跟资料库非常的相似 对 好 那再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 其实虽然我们今天主题是Java 但是我们的资料库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技能 不管你今天是要认证软体工程师 还是属于系统分析师的话 你一定要会资料库 那资料库的话 就是不管是挑选新增还是更新跟删除 这些这个是一定要会知道的 然后还有排序 这个也一定要知道 然后其他的像是Having跟Group Bifunction 这是属于让你的考官觉得说 你的资料库的技能真的是非常的强大这样子 这是你的加分 然后一定要记得有一点就是 我们真正在业界在做的资料库 绝对都是关联式的 只有最基础最底层的表格才没有关联式 所以如果被问到表格是要关联式 这一题一定要是要回答是关联式的 因为真正业界开发 没有在开发没有关联的资料库 好 然后再来的话 因为我们时间可能不太够 所以我会快速讲一些 我觉得比较重点的部分这样子 再来的话这边的话就是 让大家看一下说 就是我们的资料库的语法呢 带我们连接我们的Java的这些程式 它只有摆上去的样子 就是上面的value都是问号问号 那大家是一定要记得 这个都确实是问号哦 因为我怕大家有的人会以为说 这个是不是key tour还是什么 它就是问号 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去填入的时候 它就是问号 这样才可以填入 对 这是新增的样子 然后还有读取的话 读取的话就比较好认得 就是跟我们一般在写那个资料库的方式 然后还有更新的话 更新也是有问号的 对 然后delete的话 这个的话我是觉得说 如果以后大家真的有机会入行的话 delete这个一定要慎用哦 因为如果你不小心删掉 删掉一些不可以删掉的资料的时候 就会影响很大 好那这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资料库 都是一定要选有关联的 好 然后再来是资料的形态 这个部分跟我们在后端写的那个什么不灵 那个又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要知道资料形态 是因为我们要去读懂那个系统分析师给你的那个 他会给你文件 那文件上面会跟你讲说 每一个栏位它是要被定义是数字栏位 还是文字栏位 还是精准小数的 还有时间的栏位 这些栏位要被定义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客人决定的 并不是我们工程师在决定的 所以基本上分析师写给你 他就是会以这种去表示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得他 尤其是像时间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连秒数都要掌控 那大家以后就会 如果有机会入行的话 就会发现说 真的是有些事情 他就是连秒数都要记得 对 然后下面的话 这个是像是在讲到SQL语法的话 我觉得这 这也是要让大家看一下说 奇怪为什么秘密都是英文 但是我都看不懂 其实它里面的那些秘密的话 其实真正在业界在秘密的时候 不是你决定他叫什么名字 是你的客人或是 是你的主管去决定要 他要叫什么名字 所以其实那个名字的话 最主要是因为要立于后面的去维护 因为虽然大部分的人 还是希望说这个工作 就是让自己可以长久 这样子去维护下去 可是有时候很多事情很难讲 所以最后大部分的业界的话 所有栏位的秘密 都是会是大家共同去决定的 对 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说 那个栏位的名称 怎么我不认识他 因为自然会有人跟你讲说 他叫什么名字 好 然后像是Oderby的牌序呢 那个ASC的是生序 还有DESC 这个是降序 这个一定要记得哦 这个是绝对很常用到的 而且绝对会用到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空子 我觉得空子是对于大家 是比较不知道说 空子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如果你是在资料库上面的话 空子它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它那一格可不可以不要填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 好那再来的话 就是Having跟Grooveby分群 这是我是觉得说 如果大家可以学起来的话 就是可以展示于你的资料库的能力 真的是很不错 然后下面的话 这个是我自己 有去做出来的 一个让大家练习的 资料库的语法 这样 好 那再来的话是到的这个 这个 目前你看到的这个 如果有 可以用 把下面的那个网址 贴到那个 用Quang去看 然后按F12的话 可以看出说我写的这些 前端它的语法是什么 然后呢 最主要是会希望大家用这个工具的原因 是因为 其实像是前端的 这个比较困难点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美的定义都不一样 那当你的客人或你的主管跟你说 他觉得那条线 他觉得太粗或太细 他会喜欢想改的时候 你要如何从 这么多众多程式码里面的 去找到它的话 你就是需要用到这个 开发人员工具去找到它 对 那大家可以仔细看 好 那我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对于美感这种东西 真的不太想要触碰的话 但是我觉得 最怎么样 你一定要知道的 最主要前端的三个技术 就是HTML 跟CSS 跟JavaScript 它到底 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 这个一定要记起来 因为这个是 就算你在怎么不想碰前端 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然后这里后面的话 是我追加的部分 那我觉得 大家如果 觉得前端还可以 还可以去 尝试看看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记得说 有关这些的意思这样子 然后 我觉得定义制服为UTF8的话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因为 这个很重要 不然会很容易就变成是乱码 然后再来的话 是像HTML这些模板 这些的意思 然后再来是第三页这一些 就是 我觉得像是 DIV里面的那些什么包装在内 这个也都要知道 因为那些都是关于排版的部分 然后 最后的话 我还有追加的话 就是Springboot的补充 那像就是 像有关前面 有小老鼠像 SpringbootApplication 它的话 它是表示 一个Springboot应用程式的入口点 然后 这component scan的话 它是主要指定的扫码基础包 然后 对 好 然后 其他的话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查询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 这个是我的 那个粉丝专页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留言板 如果大家有把它扫开的话 基本上就是右边看到的粉红色的部分 好 谢谢大家